1. 吊栏各部件介绍 吊栏平台包括蓝底三片、高栏片三片、低栏片三片、安装架两片、提升机两支、安全锁两把、电控箱一支、电缆线一圈、重锤两支 悬挂机构包括前支座两件、后支座两件、调节座插杆四件、上支柱两件、前后梁四根、中梁两根、螺旋扣组件两件、攀绳组件及掉头两套、配重块三十六块、线位块两块、安全大绳一根、负字锁器 钢丝绳四圈、全套螺栓一带 2. 吊栏的安装 悬吊平台的安装 摆放蓝底 将三块蓝底按一字形摆放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横截面相互靠近、对齐 安装蓝片 取一块低蓝片安装在靠工作面的蓝底上方 在其中间位置装入螺栓固定 再取两块低蓝片安装在靠工作面相邻的蓝底上、用螺栓固定 取一块高蓝片安装在该蓝底的另一面 同样装入螺栓固定 以相同方法装入其他高蓝片 连接蓝底 在相邻两个蓝底与蓝片的共同连接处装入螺栓 安装风头架及提升机安装架 把风头架放置在工作平台的两端 使中间L板上带滚轮的那一面朝向工作平台内装入连接螺栓 安装安全锁 将安全锁装入风头架顶端的两块L型夹板中 滚轮端朝向工作平台内 安装提升机 将提升机抬放入工作平台内 并束放于工作平台的两端 将提升机装入风头架 对准孔位再穿入连接销 扣上锁销 装上连接螺栓 安装形成开关 将形成开关安装在安全锁上并拧紧螺母 安装电控箱及各连接线 在高蓝片的中间挂装电控箱 带有按钮的一面朝向工作平台内 将电控箱紧挂在悬吊平台后蓝片的中间空档处 将手握开关插头 电接插头 分别插入电控箱下部对应的插座内 检查以上各个部件安装是否正确 是否有错位 注意螺栓规格 长短及大小电圈的安装位置 与方管接触处必须用大电圈 确认无误后 紧固全部螺栓 按三项五线式连接电源 接入电控箱的电源必须要有零线 否则将造成漏电 断路器失灵 悬挂机构的安装 安装前支座 将调节座插入前支座中 并根据女儿墙的高度做初步调整 装入两颗固定螺栓 安装前梁及上支柱 将前梁穿入前支座 按施工方案要求确定悬伸长度 烘长旋深1.3米左右 同时放入上支柱 装入两颗螺栓 安装中梁及后梁 将中梁插入前梁 至少重合两个孔位 装入两颗螺栓 将后梁穿入中梁 至少重合两个孔位 装入两颗螺栓 安装后支座 将调节座插入后支座中 并调整好高度 装入两颗固定螺栓 将后梁的另一端穿入后支座中 暂时只装入一颗螺栓 前后梁间距 应尽量调整到最大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年代表传总理 Web 感谢观看